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加納中心 9月16日舉行心靈成長系列課程 夫婦按摩工作坊 當日先有黎安娜中醫生 在中醫角度講解身體狀況和情緒的關係 再介紹如何透過相應的月位按摩 舒緩情緒或者身體酸痛 並推介一些適合的湯水 各夫婦參加者也即場練習月位按摩 為對方舒緩疲勞 加納中心報佩妍總幹事表示 事設工作坊的對象是婚姻超過20年以上的夫婦 那些處於空巢期的夫婦 婚姻生活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 夫婦各人的身體或者會出現勞損的問題 他們對按摩有一定的需要 他認為夫婦在互相服侍的過程 會增加對對方身體上需要的了解 也會讓他們的婚姻關係更加親密 布佩妍指出 中心過去會在夫婦或者個人活動裡面 加入藝術元素 而今年更嘗試將藝術應用在親子活動上面 在今年暑假推出 和來握握首一系列藝術暑期親子活動 希望家長透過活動 能夠發掘子女才華之餘 也能有一段優質的陪伴子女的時光 更是一個舒緩壓力的方法 他也提到 加納中心作為一個教區機構 會在活動中加添一些教會的價值觀念 好像和諧粉彩一樣 我們可能就會 人家可能不知道會用一些什麼話 我們會用五餅二餘 讓親子在當中知道家庭成員要互相分享 和我們都會說一些出處 讓他們知道多些聖經的內容 另外 加納中心在不同堂區 推行家庭關愛小組 每次小組聚會都設有不同的主題 由資深的教友夫婦 分享他們維繫婚姻關係的信仰經驗 又會介入一些愛的喜樂中作勸喻的內容 以及一些聖經的章節作為一些指引 該會在疫情期間收到一些關於家庭衝突的求助個案 布佩然認為 雖然疫情過後 該會收到求助個案的數量有稍微下降的趨勢 但疫情無論對社會經濟及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 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有見及此 該會在過去三年 製作了一些正念短片在網上發布 都在生活當中發掘一些問題出來 讓他們懂得用一些好的方法去處理 以及用一些聖經的句子去支持他們 該會希望能夠讓大眾以信、望、愛的精神 去面對所有的事情 逆後有情正念短片二於今年製作 一年六個故事在今年下半年每一個月推出 就本澳教區今年啟動了為期兩年的聖照年 該會在每個活動開始前都會為聖照祈禱 布佩然強調聖照並非與家庭無關 聖照並非與家庭無關 當然家庭都是一個聖照 婚姻是一個聖照 但是你說 講到要去鼓勵子女怎樣去投入這個教會 去服務的時候我會覺得 真的那個培育很重要 所以首先父母要有這樣的概念 還有現在社會經常都說小子化 有些人享樂主義 直接都不生小朋友 這個風氣我想我們需要抗衡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聖傳的責任 該會亦準備在2024年的教區家庭日 以聖照作為活動主題 相關活動亦正在籌備當中 這是一段時間的 真的很高兇 非常高兇 谢谢大家